歡迎大家回到我廣東話第二輯的第三集 今天我跟大家講一下水 Waters Against Waters 水鬥水 什麼叫水鬥水呢 不過我還沒講水之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發一個email給我 我叫Tom 或者叫Domax 下面這個就是我的playlist 這個playlist就是我所有YouTube的playlist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 最下面這個就是Canonis Channel 就是廣東話的channel 如果大家有興趣整套廣東話的channel 大家也可以不妨上這裏 沒問題的話我們回到吹水區 我們看看水究竟是什麼 水是地球上最多的物質之一 它的化學代號就是H2O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說H2O是什麼 H其實是H2O就是氫氣 O就是氫氣 兩個氫氣加氫氣就形成了水分子 但是今天我不是和大家教學化學 而是我們講一下廣東人 尤其是香港人 我們如何將這個水融入我們裡面 廣東話裡面 令到這個水字更加出神入化 去代表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開始講一下 用一些例子 讓大家知道水究竟是什麼 我們如何融入廣東話裡面 這些例子全部都是 日常用語裡面我們會講到的 第一 如果我和同事說 不如放了工一起去 含下水 含下水是什麼意思呢 含下水就是什麼都說 亂來的 說說輕鬆的東西 政治的東西 時事的東西 總而言之就不需要那麼認真 說說話 聊聊聊天 我們就叫做含下水 第二 又月尾了 你可以先量一下水給我嗎 我下個月才還給你 量一下水 這個水就是 去到月尾了 我用了我手頭上的錢 可能我喜歡賭碼 賭了錢 所以我向同事 或者朋友借錢 問一下 月尾了 你可不可以量一下水給我 這個就是 量一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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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Computer Programming 我真的要半桶水 這個半桶水 認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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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去寫 computer 的語言 所以 學問 只有半桶水 通常是講學問的 第四 你中了我的彩 我今期 這麼好彩 你終於可以 上岸飲井水 上岸飲井水 有另一個說法 叫做 埋街飲井水 通常 以前 在香港 或者以前 碼頭 就在街邊 因為上船 就在街邊 有一些水上人 就長期 都在船上生活 沒有什麼錢 當他有錢 去上岸的時候 他是買樓 去住 所以上岸的時候 就喝井水 所以叫做埋街 就是上岸 埋街飲井水 也就是不用做 這個意思 第五 我進去搞一些東西 或者我進去找一些東西 你在外面 幫我看水 那看水是什麼呢 看水就是 你幫我去 有些人做壞事 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事 有另外一些 好像天文台 在外面 去把風 去看水 又幫你去看看 有沒有其他人來 有沒有其他人來 我們要走了 這叫做看水 第六 今天的市 跌了這麼多 市是什麼 當然是股市 跌了這麼多 我買了一隻仙股 仙股是一些很小的價錢的股 我們稱為仙股 通常這些小公司 雜資了很大筆 我們稱為仙股 不是紅籌 或者藍籌的股 我們稱為仙股 買了一隻仙股 那隻仙股 真是凍過水 凍過水 即是就來玩完 真的好不行 就來玩完 我們稱為 凍過水 第七 有警察 散水 散水 就是講壞人 看到警察來到 當然是散水 散水就是走人 就是離開 離開現場 我們稱為散水 如果我跟朋友說一單生意 這單生意 沒什麼油水 沒什麼油水 其實沒什麼錢賺 這個油水當然是說錢 這個水是說錢 生意是豬頭骨 沒什麼油水 沒有什麼油水 這個我叫做油水 第九 那個人是什麼水 為什麼你們這麼害怕他 突然有一個人進來 很多人都很害怕 我問 為什麼你這麼害怕他 他是什麼水 他是什麼水 我就打一份散工 這一陣子散工 沒有什麼做 所以都是釣緊鹽水 釣緊鹽水 真的剛剛好 如果大家 Touch food 說句 有些人有事 就進了醫院 吃不到東西 吃不到東西要有營養 火車的人會死 釣鹽水 醫生會 掃一條喉 放在靜脈上 給營養水 我們稱為 鹽水 放些營養水 在血管裏 我們叫釣鹽水 釣鹽水就是維持著生命 好不行 不是 慢慢緊 尤其是在做事的時候 如果釣鹽水 我的糧就是 蠻蠻緊 有生活 我們稱為 釣鹽水 釣鹽水 第十一 不要光顧那間健身室 千萬不要光顧他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要光顧他 因為他們是 掠水的 這個價字 我用綠色 因為應該是口字邊 口語化 掠水的 掠水 掠水就是 找人家的錢 騙人家的錢 我們稱為 掠水 這個水當然是說錢 掠水就是 一些不正當的商人 去謀取暴利 去收入 不應該收那麼多錢的東西 我們稱為 掠水 第十二 今次考試 這麼鬼心 可能我是出卷的老師 跟其他老師說 今次考試這麼鬼心 不如放些水給他們 即是給那些學生 放些水 提水 我們叫做 放水 或者叫提水 即是給我們一些 提示 在香港 給他們一些提示 即是給他們一些提示 讓他們考試 是比較容易合格 我們叫做放水 十三 生意就要周旋 我們做生意 很多時候要錢周旋 我們要去撲水才行 撲水就是周圍賺錢 周圍 我們叫做funding 英文叫funding 周圍賺錢回來 我們稱為撲水 周圍賺錢 我命水不好 有些人相信風水 我命水不好 做多少事 都沒有用 誰叫自己 命水不好 這個就是 明水 但說到明水 我希望大家 不要太相信明水 其實應該勤力一點 去做事 你就會 生活好一點 不要太相信風水 太相信風水 很多時候 什麼都賴 風水 你就會很難 不去做事 十五 Jacky好像去過英國 浸過鹹水 回來 沒有理由 那麼差 浸過鹹水 是說 去外國 讀過書 為什麼叫做 浸過鹹水 因為以前去外國 是需要坐大輪船 才去到外國 去到外國 經過大海 大涼的話 一定有些鹹水 所以 浸過鹹水 代表 去外國讀過書 我們稱為 浸過鹹水 十六 這宗肯定是 熬水新聞 我們聽到這宗新聞 這宗新聞很突出 很離譜 我們會覺得 這宗新聞肯定是 熬水 亂說話 基本上沒有這些新聞 就像特朗普常說 這是假新聞 這是熬水新聞 就是熬水的 其實基本上沒有這件事 然後我們突然看到 一個人走過 那個人飛了六十年代的髮型 哇 那兩條的水 都挺有型 的水 因為六十年代的髮型 很多次 我男性 就會留了兩條 好像 笨 即是 我們中文叫笨 笨 即是兩條 在耳朵 前面的頭髮 就留了很長 我們稱為 的水 這個就是 的水 突然間這個水 就再不是說 錢 是說法型 其中的那一條的笨 我們稱為的水 十八 我們足足做了四個小時的OT OT 香港人就一定知道 OT就是 Overtime 一天做8小時 但我們做過10小時 12小時 這個就是OT 我有四個小時的OT 然後我就問同事 不知道今次我們有多少補水呢 補水呢 就是補回一些錢給我們 因為我們做了OT 所以公司或者老闆 就應該補回一些錢給我們 我們稱為補水 然後19 他當然是新有市 所以一早就潛了水 這個就是潛水 意思就是說 他躲起來 去收藏起自己 令到人家找不到他 我們稱為潛水 通常我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我們怕人家找到 尤其是怕警察找到 我們就會潛水 潛水就是躲藏起 或者有人追債 你就會潛水 躲藏起 那就不要讓那個債仔 尤其是大衣洞 捉到你 所以就躲藏起 潛水了 有錢人 這麼搭水 這些樓多貴 他們都買得起 賣光了 這個就是搭水 搭水真的有很多很多錢 你想想 一搭搭的錢 我們叫一搭搭的水 我們稱為搭水 這個水 很多時候都是 一些錢 這個搭水就是 有錢人 這麼搭水 他們什麼都買了我們 尤其是樓價 就算多貴 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太搭水了 好了 我們說了那麼久 不如 下次再吹水 再回 下次我們再和大家 吹水 聊聊日常的閒話 好了 至今 hasta luego 拜拜 BYE